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间 今天我们所要读的是以西节书的第二十章 以西节书的第二十章比较长 总共有四十九节 这一章的主要内容在讲 神借先知向百姓追溯以色列家以往的叛逆 由于本章比较长 我们就将本章分成两天来读 我们先来读本章的前一半一节到三十二节 然后再读他的后一半三十三节到四十九节 我们为今天的一节到三十二节分了三个段落 第一段是一到八节 神借先知向自己的百姓指出 他们的祖先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就崇拜偶像 背逆神 第二段是九到二十六节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时期 拜偶像背叛神 第三段是二十七节到三十二节 神将以色列人领入应许之地之后 神的百姓从那时一直到以西节先知的时候 一直背叛神 我们为今天的经文所选的要节是四节到七节 经文这样说 人子啊 你要审问审问他们吗 你当使他们知道 他们列祖那些可证的事 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当日我拣选以色列 向雅各家的后裔启示 在埃及地将自己向他们显现 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那日我向他们启示 必领他们出埃及地 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余蜜之地 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 我对他们说 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的那可证之物 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读完了前面的第十九章 这一章是神借先知 想被掳到埃及和巴比伦去的犹大王 以及将要被毁灭的犹大国发出哀悼 所以第十九章是哀歌 我们在之前讲过 从以西节说的十二章 一直到十九章 神借先知发布了 要对南国犹大予以审判的信息 这些章组合的经文 我们已经读完 那接着是二十章到二十四章 这一组合 内容同样是神借先知在宣告 那要领导犹大国的严厉的审判和刑法 只不过这几章的内容属于最后的警告 到了第二十四章 当以西节先知的妻子在一日之内死去 便预示了犹大国灭亡的结局不可挽回 今天我们先来看第二十章的一到三十二节 在这段内容中 神借着先知的口 追溯了以色列家过去到现在 一直所有的背叛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一到八节 这段内容讲到 以色列人还在埃及的时候 就敬拜偶像 第一节的经文 交代了先知领寿 神信息的时间 经文说乃是第七年五月初十日 由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 坐在我面前 这里所讲的第七年五月初十日 那是犹大王约尔金和以西节 被掳后的第七年五月初十日 大约是在祖前的五百九十年 经文的第一节 非常的像八章的开头和十四章的开头 因为那两处的经文都提到了 被掳的以色列家当中 有长老们来到先知面前 要透过先知来求问神的旨意 十四章的开头和本章的开头 很相像 因为都没有提到 长老们究竟要问先知什么问题 但据我们猜测 所问的问题应该就是两个 一 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最终遭毁灭 究竟将会发生在什么时间 二 那已经被巴比伦人掳走的犹大人 何时可以归回 除了这个方面相同 另外一个方面也相同 便是在两处的经文中 神都表示拒绝被以色列家的长老们来求问 第十四章所讲的 神拒绝的原因是因为犹大家的长老们 把假神和偶像接到心里 而本章的经文并没有提神拒绝被求问的原因 但是第四节却看出了情况 神对以色列家从以往的历史一直到如今 所有的表现都极不喜悦 所以神命先知 你要审问审问他们 你当时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证的事 那于是从第五节一直到三十二节 便是神借先知的口来回顾并追溯 以色列家所有的拜偶像和假神的恶行 神将以色列家背逆和背叛神的恶行 一直追溯到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 所以五节到八节 经文的内容所讲的便是 以色列家还在埃及地维奴时期生活的情况 第五节强调了神的拣选 当雅各的儿子们在埃及生活了430年 从70多口人繁育成有着两三百万人口的国民 在《出埃及记》第三章中神便借着向摩西显现 向以色列家表明要拯救他们出埃及 神将自己启示给他们 告诉他们自己的名字叫耶和华 而且神要领他们去的 乃是神亲自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余蜜之地 第六节形容那地 乃是万国中有荣耀的 也可以被翻译成在万国中是最美好的 这是五节六节 但在第七节神便向以色列人提出了要求 他们要想成为神所赐福的国民 就必须要抛弃盐所喜爱的那可赠之物 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 因为主耶和华已经是以色列人的神 第八节就讲到了在埃及的以色列人的悖逆 神说他们不肯听从我 不抛弃他们言所喜爱的可赠之物 不离弃埃及的偶像 事实上第八节的前半节 讲到在埃及的以色列人的情形 我们在出埃及记当中根本看不到 但我们相信神借先知所讲的话是真的 因为到后来 当摩西在西南山上领受神的律法的时候 百姓在西南山下强迫亚伦为他们制作金牛犊 就可以看得出他们受到埃及的宗教影响有多么深 而八节的后一半就显示 其实就在以色列人还没有出埃及之前 神对以色列人敬拜偶像 不肯离弃偶像的行为 就已经生发愤怒了 神原本悉理想 我要将我的愤怒清在他们身上 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 这一表达在一节到二十六节之间出现好几次 大家注意第八节还有第十三节 再有第二十一节 神如此的表达 就说明神的百姓在当时是惹动了神何等大的愤怒 那接下来是第二段 这段长一些是从九节一直到二十六节 大家注意第八节的经文提到神要向自己的百姓发怒 而接着第二段中 第九节便讲到了 神为自己明的缘故没有这样行 如此的表达后面也再次出现 大家留意于十三节配对的第十四节 以及于二十一节配对的第二十二节 神伟大的明就是他自己信实慈爱公义圣洁的属性 神不要除灭自己的百姓 是为免得他的名在列邦当中被亵渎 因为万邦的人都知道耶和华神要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第九节的后一半就提到 神果真带他们出了埃及 将自己的大能力向列国的人来显现 所以接着从第十节一直到二十六节 便是神借先知的口来追溯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当中的时候 向神所有的悖逆和背叛 从十节到十七节经文中提到的以色列人 乃是那从埃及被神领出来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 而十八节以后一直到二十六节 经文中讲的以色列人是那在旷野当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 在第十节神先提到带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到了旷野 接着就讲到神将自己的律力赐给他们 也将自己的典章指示他们 神还特别加以说明 神的百姓若是能遵行这律力和典章的话 就必因此活着 这一短句在第二大段中也出现多次 大家留意第十三节 还有二十一节 除了律律和典章 神赐给自己百姓的还有安息日 安息日是要做百姓和神之间的证据 神是要百姓知道 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 这节经文告诉了我们神的西意和目的所在 安息日并不是仅仅人不做工休息而已 我们从前告诉过大家 那在埃及的神的百姓受法老奴役 他们在一年的365天当中 是连一天都没有休息的 所以神的子民在旷野的时候开始守安息日 这乃是作为他们蒙神的救赎的标志 百姓们在安息日思想神的创造和救赎的大功 他们专注又专一的来敬拜主耶和华神 借此写明 他们乃是被救赎的圣民 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要彰显主大能的荣美 但以色列人是怎样表现呢 那接着13节一直到16节 神就借先知回顾了以色列百姓背叛神的表现 大家注意13节当中的几个动词 当在旷野的时候 以色列家背逆神 不顺从神的律力 厌弃神的典章 然后在括号当中特别加以说明 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 此外他们还大大干犯神的安息日 于是就像第八节的后一半所表达的那样 神就说要在旷野将我的愤怒 轻在他们身上灭绝他们 可是神有没有这么做呢 14节是与第13节配对的 14节的表达就像第9节一样 神说我却为我明的缘故没有这样行 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 第8节第9节 神形容自己发怒 后来又开恩 不将怒气清在百姓身上 这些细节在经文当中看不到 可是在旷野当中 当神发怒的时候 他又将怒气转消 不严惩自己的百姓 这样的细节我们倒是可以看得到 大家可以去看 《出埃及记》32章 还有《民数记》13章14章 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里面记载 神不再向百姓发怒 那是与摩西的代祷有关 摩西知道神的心意 他了解神慈爱信实的属性 简单说 他认识主耶和华神的圣名 所以摩西为百姓所代求的 神都答应 15节到17节 同样是神对旷野时期 他对于自己百姓的所存的态度的回顾 神决定 必不领他们进入 他所赐给他们的流奶余蜜之地 大家可以看《民数记》14章28节到30节 这是因为百姓厌弃了神的典章 不顺从神的律力 并干犯神的安息日 他们的心所随从的乃是自己的偶像 17节神说 虽然如此我眼仍顾惜他们 不毁灭他们 不在旷野将他们灭绝静静 从9节到17节的经文 神在话语当中所针对的 乃是那些从埃及出来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 那接着从第18节到26节 经文在讲的就是关于 那在旷野当中长长起来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 第18节和21节讲得很清楚 大家注意经文中所说的 他们的儿女 神界摩西告诫那在旷野当中的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 不要遵行你们父亲的律力 不要谨守他们的恶规 也不要因他们的偶像玷污自己 这节经文当中所提的 你们父亲的律力 以及他们的恶规 有点难以理解 它明显的不是来自于神的律力或规条 这里所讲的你们父亲的律力和他们的恶规 应该是指着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靠着自己形成的一些人为的律力和规定 这些都是于神律法诫命典章律力当中的精神相违背的 神告诉他们既不要遵行也不要谨守 还有一点就是不要因他们的偶像玷污自己 十九节神是将自己的律力和典章去要求那新生一代的以色列百姓来顺从和遵守 所以明显的人的律力和恶规是与神的律力和典章相矛盾的 二十节神海诚劝他们要以神的安息日为上 这一节与十二节可以互作参考 神是以色列家的神 这新生一代的以色列百姓若是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 他们就应该要听神在十九节和二十节向他们所说的话 然而这旷野当中新生一代的以色列百姓是如何回应神的呢 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 神就借先知的口向我们回顾了他们的邪恶表现 读到二十一节大家可以参考十三节还有十六节 这新生一代的百姓同样向着神是悖逆的 他们所有的表现与上一代的百姓一模一样 所以他们就惹动了神的怒气 神再次的表示说要将我的愤怒清在他们身上 在旷野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 这样的表达在第八节和第十三节都出现过 但是二十二节神的表达却于第九节和十四节一致 神说虽然如此 我却为我名的缘故缩手没有这样行 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 第二十三节神说讲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前面的第十五节 因为都是提到神启示 只不过神对自己的百姓越发显得严厉 十五节那里提到 神不领他们进入加拿美地 二十三节则是说要将他们分散在列国 四散在列邦 二十四节神又重复讲了以色列人所有的悖逆的表现 于第十三节十六节二十一节可以互作参考 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就讲到了神在一定程度上 任凭那时期的以色列百姓所做的事 有的解经家也在说这两节经文比较难解 因为二十五节所提的不美的律例 以及不能使人活着的恶归究竟是指什么 我们很不清楚 但明显的他们不属于神律法律例典章诫命当中的内容 二十六节神甚至任凭他们犯罪 尤其是像使自己儿女惊火的事 神说之所以任凭他们在这贡献的事上玷污自己 其目的是好叫他们凄凉 使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 这其实同样的在强调神在凡事上有主权 当人故意犯罪要背叛神神就任凭他们 但人最终会明白主耶和华神乃是审判人的主 人必须要为自己的恶行负上责任 那接着是第三段从二十七节到三十二节 这段内容所讲的是 那被神领到加拿美地去的以色列人 从世事时代一直到以西节先知的时候都叛逆神 二十七节神借先知所发的信息所指向的对象仍然包括着你们的列祖 神说你们的列祖在得罪我的事上亵渎我 第二十八节所讲的就是神借着约束亚带领神的百姓进入了应许之地 但是以色列人一看见圣地有高山和茂密树林 他们于是就拜偶下和假神他们在那些地方献祭 向假神奉上惹神发怒的贡务 而且还在那里焚烧新香的祭生并交上奠祭 上海特别提醒以色列人说你们所上的那高处叫什么呢 那高处的名字叫巴麻直到今日巴麻的意思就是高处 这是在指神憎恨以色列百姓到高山山岗上去敬拜假神和偶像 而且他们有此恶行是直到今日也就是先知正在发信息的时候 三十节到三十二节便是神向神的百姓发出质问 意思是你们的列祖因所行的玷污了自己 你们也要仍旧照他们可证的事行邪淫吗 你们的祖先奉上贡务的时候使你们的儿子惊火 他们都被自己所敬拜的偶像玷污直到今天 因此神严厉的问他们 神的问话可以作为第三节的回应 神说以色列家啊我岂被你们求问吗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必不被你们求问 神同时严厉的告诉那些长老们说 你们说我们要像外邦人和列国的宗族一样去释放木头与石头 你们起的这新意万不能成就 神的意思是你们敬拜假神和偶像 你们从自己这虚妄又邪恶的敬拜中不会得着什么赐福 神的百姓所做的一切事正如他们的祖先一样 都是一些可证的事 主耶和华神 以色列的救赎主我们感谢你 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读到这第二十章中的内容 主以色列百姓从古代到先知的时候 都心存顽梗 刚硬 悖逆 远离你 但是你一直向他们心怀怜悯 尽管很多时候你都已经准备要发烈怒 但你为你自己明的缘故 仍旧没有那样行 谢谢你向你自己选民的爱 我要特别求圣灵来帮助我 让我能乐意遵行你的典章 不厌弃你的律力 一直活在你赐福的法则中 靠你得丰盛的赐福 也靠你有丰盛的生命 我如此的祷告 乃是奉靠我的主